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心说 听HP 关联的字幕串格式化 那什么就跟HTM标签性关联的格式化呢 比如说 咱们经常 P2P处理的字幕串都是数据库 都是什么用户通过表单传给服务器的对不对 而表单传给服务器 那表单就是用户操作的一个路口 用户如果非君子的用户 对吧 那他有可能是通过对入口去攻击你的服务器 比如说后边咱们学完数据库会介绍什么CQ住户 对吧 这样的一些知识 或者是他通过一些字符破坏你的网页 对吧 那比如说 在假如网页上有一个留言板之类的 或者消息恢复这样的一个系统 对吧 如果咱们对用户输入的数据不处理的话 他比如说输入一边加上sql 那有可能就把这三个架串注入到你页面去了 那如果它是一个跳转页面 跳转一些非法的网站 那么用户有可能一访问你这篇文章 直接就按他的gs 位置就跳过去了 对吧 这都是很危险的 所以咱们一定要防这些东西 那防这个东西就要把文章中的用户输入中的 关于不允许的RTN标签就得把它去掉 或者让它怎么的原型输出 对吧 这些咱们就得处理 那咱看一下 那咱既然说处理人天不相关 咱们就先写个人天表单好吧 咱简单写一个phone表单 action等于空就提交给自己 方法咱们就用post 写个phone 咱简单写一个 只留一个标题就行 对不对 title 类型等于test 然后名字等于tl value值等于空 对吧 然后再来一个input 对一个提交按钮 submit name等于 比如 do supmit 然后名字 名字已经有了 vn值 是等于 等于 就是提交 然后上面换几个行 因为我默然要它提交给自己 对不对 对 看一下 这里边 握号 pp 用pp接收到这个数据 对吧 对吧 如果用户是提交的 咱们一般都写会写这样的一句 post里边有一个什么 do submit 就是下边这个对不对 如果一眼提交 变量是不是有证明用户提交 如果是用户一点提交 那么我们接收到post里边的什么 这个标题 这个标题 然后echo一个 标题 圆形 对吧 我们看一下圆形的一些输出 对不对 比如说 我们访问一下这个表单 workhouse 下面的test 这点pp 对吧 这么记得随着改一下 对吧 这就提交了 对不对 这就是提交按钮 有时候它变了 的话 你不改了 看一下 如果我这么输出 b标签 对吧 哈喽 word 斜杠b标签 对不对 那是不是 一点提交 是不是直接变出底了 说明我提交的rtm是不是有效了 那这还看不清 比如说h1 斜杠h1 这话说说h 哈喽 对吧 你看 这变大了 那如果出fnt字体 颜色等于red 对吧 哈喽 斜杠fnt 提交 是不是就是红色的 对吧 那如果在输出scribe 加scribe 鞋盖 scribe 看到了吗 这里边 比如说它写一个位置 跳转之位的 也会生效 比如这里边 我们弹出一个 什么 当前的时间 你有跌地 你看 是不是当前时间就出来了 用gs 也就是它写的所有的 有关的代码 是不是页面都有效了 对吧 而这代码都是 也是tm的方式 或者注入四个语句 以字符刀的方式进来 对不对 所以咱们就得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 对吧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需要把tm标签转成实体 或者过滤掉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找一下 转成实体或者过滤掉的 搜索一下 就这个看一下 只要我们使用这个 弹数 输出一个 用它一处理 括号 打入tl 我们再看一下 我同样刚才输入刚才代码 比如说s4 有时间对不对 我现在已经提交 看这是刚才上次上次那个混合 对不对 你看这不就有了 你再提交一下 右键查看一下 页面圆满 你看一下 我们这块就变成了 对呀 怎么有两个标签 有可能是刚才混合 对不对 刷新一下 刷新 刷新对吧 然后 再来一下 查看页面圆满 哦 这个是输出了一遍 你看 又转成了一个什么 这个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这块 上面输出了一个圆形 对吧 如果我们不输出这个圆形 不输出这个圆形 对不对 对吧 就没有这个 你看我输出的架子 对吗 是不是就原因 这个圆形显示了 这样的话用户输出什么 他就会显示什么 对吧 那这样处理之后 用户再输出 tml把自己编出啊 比如说页面是div加cns布局的 有可能用户想破坏页面 直接一个div有可能就破坏页面了 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 是不是输出什么显示什么 就可以了 那同样 如果 哈喽 word 那这里边如果有个双眼号呢 用户经常用输入眼号 因为你原来的色录就是一个字幕串 用用号组合的对不对 他用输入眼号把你原来的字幕串补全 又加上自己的字幕串 就可以注入到你的系统 所以双眼号应用不输入也是很危险的 你看这样默认识有哈喽 用有味的对不对 所以说配置文件里边一定要改一个东西 改哪个 我也忘记那个配置文件的选项了 来我们查找一下 就这个 默认情况下 PRP这个指令 我们就off 但是咱们现在装的问错 默认应该是out开启的 不然双眼号 怎么的 默认就不成效的 你看 CtrlC 我瞻听一下 改变一下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呢 我们应该PRP配置文件 是不是下边这就有啊 对不对 打开它 CtrlF搜索一下 搜索什么呢 搜索一下这个字符 你看 对吧 我们这个选项过是什么 是不是关着的 对吧 这个一定要开启 out开启了 对吧 开启的有什么好处 你看我这一开启 那默认就使用这个函数 相当于使用这个函数 把双眼号和单眼号都给转移了 真的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既然开启了配置文件 我需要重启一下谁啊 是不是重新启啊 阿帕奇 阿帕奇服务restar 重新启动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颜色如果编绿就冲击完了 选择粉色 确定一下 好开启了我们再重新试一下 同样输入哈喽 沃尔 提交一下 好像刚才那个属性 它未必改成功对不对 我再阿帕奇重新启动一下 重启功 他说这个是不是一个长整形的有效的P&T电量 我看几点找家 P&T 所以我锁下这个 现在我已经是 你就是改变的这个对吧 对 他主要对Post和P&T运行自动停加这个 对什么 扣文吗 小写的是谁 不要改这个值 新版这个不要改 算了 一会儿重启一下应该就会收效 他不要改的话强制改一下 对不对 重启动一下 我们把这个改回来吧 还是不然的话他 不让我用对不对 一般的咱们自己如果装环境的话 默认这个都是开启的 这个最好被关闭 因为关闭的话怎么办 咱们程序很危险 关闭的话程序很危险 听到吗 很容易被CQ注入进去 对吧 但他这个呢 咱们就用的问过环境默认是开着的 那如果这个开着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如果开启的话 所有的双眼号或者单眼号 我们在一提交的时候会干嘛呀 会给我们加上转移字符 这样的话他想组合四个语句 想注入我们的语句或者注入命令 就很难办到了 是这个目标 就是在这会儿会有准反应斜线 那我们现在既然他不要用的话 那么怎么就算了 但是呢 如果系统到时候通常这个都是给他开启 对不对 那有的时候咱们想输出的时候 不想要这个转移字符 怎么办呢 我们这会儿刚才不有这个添加 这个默认不使用的添加吗 对吧 就相当于我先写一下试试 效果就相当于什么样了 相当于 我把这个给开启了 如果那个开启 跟这个是一样的 和这个是一样的 我们来运行一下 哈喽 你看 是不是给我们加一个转移字符 对不对 给我们加了一个转移字符 看到了吗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想在输出的地方 不要这个转移字符 我们就需要使用什么 使用这个 对 删除这个转移字符 就可以了 你看不外疼 加上这个 但是佩卓念的没开启 如果开启的话 他就不用这么组合了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输入哈喽窝了 是不是就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我目的就是想说一下这个函数 删除引号了 对吧 但是只是在输出的时候是在 并往数据不存的时候是在 这样的话很危险 对吧 通常这两个我们也是在一起 做朋友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处理 让用户显示的数据是完好不缺的 知道吗 好 保存一下这个 那还有什么样的函数呢 处理函数呢 有的时候我们是填标签 我不想把它转成事情 就是完全不允许用户输 而填标签 那我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做一件事 干嘛 就是直接删除这个标签 那我们又用哪个人填标签了 看下这块有一个 自如串处理有一个专门删除 而填标签的 就是说 打下这个按钮 打下这个按钮 删除而填标签 对 这个看一下 从而填标签删除而填标签的 这个也是咱们经常用到的 刚才咱们用到那个 也填标签 那个是怎么的 是把它转成实体 对不对 现在我们不想转成实体 干嘛 只要用户输出这个 而填标签 我现在就想把它怎么的 把它干掉 对吧 这个我们再试一下 你看 如果输入 这个 我们直接剃交 变成什么样了 是不是4块 这标签就没了 对不对 而且我们这可以指定 删除这些标签 比如后边 我写着 B标签 U标签 看到了吗 我写两个标签 那么 我这在处理的时候 我不已经全删 B标签和U标签留着 我的意思是 在第二条里边 其他标签删掉 比如H1 B标签 U标签 I标签对不对 是不是写了4个标签 一行A 然后斜杠I 斜杠U 斜杠B 还有什么 斜杠HE 是不是用了这么多标签 你看一下 是不是下滑线 下滑线 和B标签 是不是这俩留着呢 你看 右标签和B标 留着呢 其他标签是不是就没有了 我们来查看一些原点吧 你看 说B标签和U标在 其他标就删掉了 可以指定删除一些 当然还有一些标签 比如说 像 咱们平时总写文本的时候 经常这么写 这个电影保存在 比如说 当经常写文本的时候 会这样去写文本 str等于 这是一个 他在测试斜杠N 对吧 一行语句 就每行语句 咱们习惯我们 文本里边存的时候 是使用斜杠N 怎么会说 对不对 然后 这里边我们再 wwwstr等于 这是一个 DEMO 咱们再来斜杠N 对吧 再wwwstr 再点等于 我们 这是一个hello 斜杠N 对吧 那这样的斜杠N 在文件里边是认的 $str 我们看一下 在文件里边 我们是认的 刷新一下 但是在rtr 页面是不是认的 也就是在查看 页面原代码的时候 是不是换号了 对吧 如果我们想在页面里边用 那你改变来的文件 是不太合适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通常用这个去做 什么 nl to br nr to br 就把这个换号转成br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如果这么做 nl to br 用这个函数 那么我们看一下页面上 是不是自动带br换号出的呢 你看自动换号就在 再查看一些原代吧 看一下 是不是都加上br了 就默认把斜杠N换成br 这样的 当然我们就则也能办到 但系统这个函数 进来用这个 那这几个就是跟ntm有关的 当然了咱们课件的ppt里边也都介绍了这些 对吧 看这里边 nr to br 还有这个对不对 还有这个函数 咱们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还有删除标记 这个函数 好 谢谢大家 那跟ntm有关的函数呢 就介绍了几个 当然了 这些函数还有一些其他函数 更深一层的应用 大家呢 可以通过手册 详细的了解一下 好 谢谢大家 这几个咱们就就到这里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